这个保全员真的是想钱想疯了 台中市一栋新建中大楼的工地保全员 涉嫌自导自演 他纵火焚烧了员工的轿车 在自行拿灭火器灭火 并且写信到了销售中心 说在工地安装炸弹要求汇款30万元 但是他整个纵火的行为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想赖也赖不了 黑衣黑裤的保全员鬼鬼四岁 躲到自家监视器死角处 但没算到对接监视器正对准他 只见保全员蹲在一辆旧车旁边 不到30秒时间旧车突然冒烟 他们公司都一直以为他是非常机忧的保全员 就在这个汽车重火案 他当时也扮起这个救火英雄 其实把这样这个火势来扑灭 保全员手拿两个灭火器又大声呼救 找同事帮忙 看起来尽忠职守 但这场火警却是保全员自导自演 他还写了封恐吓信给销售公司 说在工地安装14颗遥控塑胶炸弹 不给30万就引爆 说昨天送你一个小礼物 你应该有收到 那希望你在这个下午3点半前 汇30万 给他30万就对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将在4点时 就引爆他这个塑胶炸弹 不满房屋销售开红盘 自己却分不到一杯羹 设计一连串恐吓取材的戏码 自以为计划缜密 但万万想不到 最后败在一支监视机上